優如期一個 海鮮特別肥美 美麗海鮮就要用最簡單的方法 白灼都沒有那麼鮮 要買養得乾淨的花甲 海鮮當海鹽水比家裏的自來水養得好 不要幻想沙甲可以回家養得乾淨 越大隻顏色越鮮艷的花甲就越沒有泥沙 加少許薑絲 少許鹽 因為花甲本身自帶鹹味 淋兩圈美麗花生油 大火蒸到它抹大嘴 再灑點蔥花就OK 千萬不要蛤蝦添粥 放胡椒 蒜頭 生抽 這樣會搶走花甲的清甜 蒸出來汁水 白得泥又好像放了味精般清甜 花甲肉剛剛熟 非常嫩口 一個人都可以吃兩斤 第二種做法就是 蒸好之後淋蔥油 湯花蟹就交給海鮮蘿 直接少許就上鍋 灑少許鹽和薑絲 大火蒸8分鐘 蟹帶蒸多2分鐘 開蓋後將蔥花鋪滿蟹肉 淋油有個細節 就是油一定要夠熱 燒到起煙就淋在蔥花上面 激發出來的香味 真是煩人活發檔 很容易把持不住 再淋一圈頭粥 粉絲說要淋碟邊就要淋碟邊 用試一下夠不夠鹹的名義 偷吃了一塊 蟹肉好像豆腐那麼嫩滑 蔥油的香味混合蟹肉的清甜 真的想吃完整隻蟹 才出廚房 醬汁都混合整鍋飯 我是小喵爸爸 心動不如行動 點個讚鼓勵一下 啊